台中市政府跟台中议会举办参序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六个人确诊 台中市民进党议员江兆国王立任也相继确诊了 没想到疫情却是烧到了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身上 他没有出席参序 但是呢有跟出席参序的确诊的议员有过接触 为了安全考量 蔡其昌已经取消了五一廉价的所有行程 展开四天自主防疫 那中午也做了快筛 那也都呈现的是阴性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透过镜头报平安 因为曾跟出席台中府会参序确诊的议员 在其他行程有接触 今天跟明天也都依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做隔离 下星期一开始除了必要的公务的行程之外 基本上我们也都减少跟不特定群众来做接触 为了安全考量蔡其昌取消周末行程 不会参序就办在台中杀戮这家餐厅 清销人员一一消毒 根据了解参序有24人出席 到目前已经6人染疫 而先前接见确诊放兵 居家隔离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更新快筛结果还是阴性 那今天进入自主防疫阶段的第一天 我也进行的快筛也是阴性 无意廉价最佳跑行程时机 卢秀燕跟蔡其昌都因为接触确诊者 不得不暂停行程拜会 选战熄火 建林博从潘新一台中报道